HELLO 大家今天一起来就是在这个位置 因为我今天给自己放了个假睡了很晚才起来 我今天一起床就有一种螺丝粉的灵魂燃气 然后就点了一大份 我里面就是会加炸弹跟豆串 有一些螺丝粉店它会有海带 那个我也会加 但这家就是没有 我之前都点钟啦 但是我感觉我快要来AM了 所以我就点了个威辣 后面有点吵 是那个扫地机器人 这就是这么多的 我里面就是酸辣的 很美味 着急 可是我点灰的 这是电子 家庭 全部都没想到 什么爱 全部都没想到 毕业 这一奂 根 它 本来 我 这一套 这一套 不是 哈喽大家 老了就是跳下舞都全身汗 我不知道这个广州的天气 现在感觉要30度好热 拆了快递 说买了一个项链 非常期待 它的包装蛮好看的 就是那种非常经典的一个金色水滴项链 因为我发现我白金颜色的可能会多一点 但是金色的这种特别经典的款式 有点少所以就购入了 心情很好 配平时的穿搭都很合适 它就这种很简单 可能换个黑色的衣服看起来会是更明显一点 打算喝个咖啡就开始收拾了 我们家超级乱的 就是我从真正回来的箱子也还没有整理 所以想说今天把这个客厅啊 这个地方打扫一下 这个超级乱的 参加婚礼啊 各种喜堂也都是在客厅里 这个整个客厅就真的超暴乱 我们邀请粉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收拾了一片这个小角落 是我参加好朋友还有亲戚的婚礼 收到的他们的thank you card 其中这个是我跟哥哥当时婚礼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当时邀请函的一个花 还记得这个吗 这个是九曲花节 好可爱 然后正好这个角落我放了比较多的 就是我们结婚新婚的元素 这个大的是我妈妈跟我妹妹 他们两个人 主要就是我妹 拿那个硬币一点点贴上去的 就很好看 很喜欢这个角落 又来这个位置剪视频了 然后现在在看YouTube和小破绽的一些评论 我真的觉得有些评论很好笑 我就会一直想要跟人家互动回复 感谢你们有跟我积极留言 基本上我每一条都会看 然后经常会有一些问我衣服啊鞋子啊那些的 因为就是很怕被误判 所以我没有办法每一个都回复 但是基本上我都有回复一遍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去刷一下评论 我可能是有回复到的 我只是不敢就是回复很多 因为我怕就是被误判了 这种事情真的太麻烦了 真的很搞笑哦 回复一下 准备去做饭了 这个行李箱呢 是我从新西兰回来的时候就放在了这里 还好就是在这个房间没有给哥哥看到 要不然他真的会气死 好恶心哦 哼 哈喽啊又是正在做后期的小题来配音啦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平时是怎么蒸排骨的 对如果大家喜欢吃排骨的话我之后还可以再分享炸的呀炒的呀都可以 嗯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先把它都切成小块块 好那就是到调味料的部分 首先就是领一整圈酱油 如果你把控不好的话呢 我建议是三到四勺这样子对然后上面铺一小层胡椒粉拿来去腥不用太多 然后就是蚝油的部分 嗯我一般就是几个半个汤匙这样子不会太多 然后就是半勺盐注意这个勺子是这种调味料的勺子啊 嗯接着就是放一整勺 淀粉像红薯粉呢那种就可以 我这个好像是隔粉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反正就是拿来让那个肉更嫩更滑 最后的一个调味料就是要放蒜末 大蒜跟排骨是非常合的 然后我这边呢是买的那种已经切好的蒜末 对如果你喜欢吃的话你可以放多一点 然后我今天想吃辣 所以我还放了一点点小米辣在里面 然后把它抓均匀就好了 如果平时我时间多的话还会拿温水泡一下那个豆豉 然后也拌进去也会很好吃 我今天的调味料呢是比我平时下手重一点 因为我没有提前腌 我是直接这样拌完就拿去蒸了 如果你们有时间就是可以腌个20分钟的话 那所有的那种比较咸的调料可以就是减掉20%这样子 时间的话一般是12分钟 但是我今天排骨比较多 所以我就订了13分钟 然后在蒸的同时我就炒了个生菜 哦对了蒸排骨一定要是滚水下锅 对 好就这样蒸完了就看着非常的家常菜有没有 这个时间的把控呢是你能咬到那个肉很QQ弹弹 但是不老 你很夸张耶 今天第一次做这个香煎鱼鱼 炒生菜苗 然后 Again我的家常排骨 就这样 我以为你自己都要喝一口 我以为你自己都要喝一口 有一张 这么刚 einfach 節制啦 安排骨 夸伴 还富有 会 exploring 咱们 疑 哇